哈囉大家好我是Hack 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零件是儲存裝置 在影片開始之前邀請你訂閱Enterbox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也歡迎大家按讚加分享喔 這次的主題內容也是非常大 我們注重在民用消費級常見的產品 講的也都是通責 高階企業級比較少見的產品 我們雖然知道這些產品的存在 但是為了讓一般人可以了解 我們就不一一贅述 那歡迎大家也在留言區補充 幫助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的人吸收 最近我們希望先把整個架構概念講清楚 並帶來四個產品當作範例 來讓大家看看 那我們馬上開始 這顆是Seagate的Iron Wolf 4TB 它歸類上屬於3.5吋SATA介面的機械式硬碟 那Seagate就是知名的機械硬碟製造商 近幾年也進居固態硬碟領域 而Iron Wolf這個紙品牌是主打給NAS儲存的系列 不管是機械硬碟或是固態硬碟都有 後面4TB則指的是容量 機械硬碟的優點就是在同樣價格下容量大很多 以Iron Wolf這個系列來說 目前最大一顆到達16TB 而機械硬碟傳輸速度 也大約都在100到200枚之間 字幕李宗盛 除了3.5吋,目前常見的還有2.5吋規格 在2.5吋大小就可以看到固態硬碟和機械硬碟兩種 關於固態硬碟跟機械硬碟的優缺點 大家在網路上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內容 我們今天先不從這個角度切入 那這邊這顆則是技嘉的UD PRO 512G 技嘉是來自台灣的知名國際大廠 產品線包羅萬象,近幾年踏入儲存領域 這種固態硬碟規列上屬於2.5吋SATA介面的固態硬碟 許多讓舊筆電速度變快的升級 就是用2.5吋SATA SSD 這類SSD採用SATA傳輸,速度大約在500MB左右 動作為充電速度的確知名國際大廠 使用SATA SSD 本身做文件的確定 都是功能,嗯,對於是你 在1.5吋SATA SSD 好,很快,可以在2.5吋SATA SSD 通過無,可以在1.5吋SATA 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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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是TechQ的NVNE M.2 PCIe SSD TechQ是專門研製Thunderbolt 3和iOS外接設備的廠商 他們的產品都相當不錯 但在規格部分NVNE和PCIe指的都是傳輸協定 而M.2就指的是前面這些點接的地方就叫做M.2 市面上許多PCIe Gen3 擺兔 都是用在USB的固態外接裝置中 像我們之前開箱的TechQ 583 SuperFace中 使用的就是這款硬碟 這樣的固態硬碟的傳輸速度大約可以到1000Mbps左右 這條是威剛的XPG SX8200 Pro 1TB 威剛是一個台灣品牌 也是世界知名的記憶體製造廠商 包括RAM記憶體和SSD固態硬碟 XPG是他們的電競子品牌 PCIe Gen3 x 4是目前主流的固態硬碟規格 速度非常的快 而1TB就是它的容量 PCIe Gen3 x 4是它的傳輸規格 這個規格大概都可以到3000-3500Mbps左右 有時你會看到固態硬碟上有金屬片 其實它主要是為了散熱 因為PCIe SSD的發熱量比較高 需要散熱片或者風扇來協助散熱 除了散熱的功用 現在不少主打電競RGB固態硬碟上面也有各種燈效 讓玩家的選擇性更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那我們最後看一下所有常見硬碟 由左至右是速度慢到快 分別是SATA HDD、SATA SSD、PCIe Gen3 x 2 SSD PCIe Gen3 x 4 SSD 其次你常常會在這條狀的SSD上看到2280這個神秘數字 但跟它的速度一點關係都沒有 2280要再拆成兩個數字 22mm代表它的寬度 80mm指的就是它的長度 統一都是22mm的寬度 因此當你在主機板上看到寫22110 代表它支援長度到110mm 通常也有支援比較短的2280、2260、2242這三組 很多人誤以為M2就等於PCIe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M2指的是物理上的接口 而PCIe指的是物理上接口所跑的傳輸協定 所以M2也可以跑不同的協定 那常見的SSD就是跑的PCIe和SATA 而隨著PCIe 4.0的上市 去年各家也陸續推出了他們的產品 而PCIe 4.0的固態硬碟是目前最快的儲存裝置 未來我也會開箱給大家看 所以請記得訂閱Enterbox 有任何問題也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是Hack 我們下次見 掰掰